22號黎燕山小姐 五元淑溪 這個紫色是亞洲小姐的主要顏色 當年一直下來都是紫色 紫色的顏色代表我們亞洲小姐 所以我今天選到這件 當我試衣服就看到 好像連上天都知道我要來 一又展示了這件衣服給我 真的令我很多回憶 很多畫面全部回來 我選尾沒有想過自己 今天會帶給這麼多特著 到現在去到哪裡 人們會記得我是第一屆的亞洲小姐 冠軍 我記得 那時候選尾很好玩 而且很認真的 有儀態老師 有餐桌禮儀 教化妝 足足上足三個月 人們問我有沒有壓力 我其實沒有壓力 我沒有壓力的意思 我沒有想過自己會不會贏 真的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覺得漂亮的女孩和年輕人 應該是為自己的夢想去出發 那時候我就是這樣的心態 如果我沒有選尾 有不同的我 簡單一點 瀟灑一點 都是另一個黎衍山 但是如果讓我比較 我覺得選尾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認識到很多新朋友 令到你的人生燦爛很多 因為我接下來有一個劇目 舞台劇要演出的 所以我這陣子就加緊去排練 劇目就叫《雷雨》 接下來11月就會公演 會在香港演出六場 所以這陣子我就會加緊排練 其實我沒有曾試過在香港演舞台劇 這次是第一次 我覺得很榮幸 有這麼好的機會 還有跟很多位大師級 很資深的演員一起合作 學到很多東西 我真的很喜歡演戲 這陣子我也是演很多素顏媽媽 我也跟公司的監製說 我覺得戲不需要多 最重要是你的角色可以發揮 假裝美是有很多機會 但你接到一個好角色 就機會真的不多 所以在這方面我就很豁出去 現在我自己的子女都大了 我兒子和女兒都很大了 現在我完成了我的使命了 我覺得我人生最好的功課 就是將他們臭大養育成才 他們有了自己的事業 人生自己的夢想 自己的伴侶 現在到我去尋找我自己的夢想 其實我自己心裡 我沒有想過要獲什麼獎 其實有提名 作為一個演員已經很圓滿 有機會、有條件、有資格 可以提名到 其實作為一個藝術的藝人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得著 如果獎獎 當然每個人都開心 只要盡力做好 做好你要做的 當前的事 是一個很好的 完全很發達 跟我以前來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我也有些考慮 要不要退休過來這裏生活 我記得十幾年前 是跟子女過來玩 水上樂園 以及在一個很出名的海灘 潛水 就這樣 對 斬眼十幾年 好 以及我寄予新一屆的亞洲小姐 一定要為亞洲小姐 去做多些善舉、善事 去幫助多些有需要的人 以及大家一定要記住 身火相傳這個口號 恭喜恭喜 加油